下一題 幽土夾兩個螺線管 這兩個 這兩個螺線管 假設有電池的 所以就表示會導電啊 燈泡可以亮啊之類的 你是沒有電池的 所以它是要做所謂的感應電流 請問你哪一種情況不亮 不亮的意思就是 沒有感應電流 不會產生感應電流 剛才已經問過了 什麼情況下才會有感應電流 要如何才會感應電流 這個他問過了 所以 哪一個會不亮 哪一個會不亮 7-7 7-2 A請坐 我們說 磁場有變化才會有感應電流 有感應電流 一段泡就會亮 所以如果我改變電流大小 電流大小改變 產生的磁場改變 就有磁場變化 有相對運動靠近或遠離 就會增強或減弱 有磁場變化 所以都可以有感應電流 可是如果是假 它一直保持穩定 就沒有變化 它就沒有感應電流 所以呢 不會亮 所以我們答案選A 所以這個重點就是 怎麼樣才會有磁場變化呢 怎樣才會有磁場變化呢 我也講過了 我講了三個方法 你最好跟我講兩個 有什麼方法 我講了三個方法 你最好跟我講兩個 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我磁場會有變化呢 換一個更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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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一個超過實驗者 換一個超過實驗者 從來 我問你怎麼樣才會有磁場變化 怎麼叫磁場變化增加 變化可以增強可以減弱 你要增強 你什麼方法可以使他增強嘛 重點是你的方法 不是說我要增強廢話 我要減弱廢話 怎麼樣可以增強 怎麼樣可以減弱 改變電流大小 你知道嗎 過 就我前面交過來 有相對運動啊 彼此靠近或彼此遠離啊 如果我這個磁場是因為電流來的 那我就改變電流大小或者是方向啊 我不是講過誰會給磁場嗎 磁碟給磁場嗎 電流給磁場嗎 地球給磁場嘛 所以 改變電流也可以啊 再來就是我們 會帶到 可是沒有這個旋轉嘛 對不對 旋轉 我們發電機是旋轉啊 旋轉 就可以改變我的磁場嘛 所以就是這些方法 可以 那麼 比較考試容易出現就是那個相對運動 彼此靠近或彼此遠離 也會有可能出現就是那改變電流嘛 其實你要曉得 有磁場變化能夠產生感應電流 怎麼樣做才會有磁場變化 有相對運動 改變電流大小或方向 這樣我們在線圈在磁場中旋轉 就會改變我們的磁場 我們在線圈在磁場中旋轉就會改變我們的磁場